再来关注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度 目前死守亚素钢铁厂的乌克兰士兵 陆陆续续撤出了 也象征着俄罗斯拿下了马里乌坡 那么乌国总统府的顾问就说 守军守住了钢铁厂82天 改变了俄乌战争的走向 包含了53名的伤兵 还有264名的士兵都被撤出 不过俄罗斯说他们是器械投降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会跟俄罗斯谈判交换士兵 空拍画面直击 一张张单架从亚素钢铁厂被抬出来 上面躺的就是苦战82天 死守马里乌坡尔最后据点的英勇乌克兰战士 至少250名守军陆续撤离 车内士兵两眼无神 情绪低落 毕竟守了这么久 现在却要拱手让出亚素钢铁厂 自论司机强调是撤离任务 只字未提投降 乌克兰宣布亚素钢铁厂的战斗任务结束 与俄军达成协议 目的是保全这群抗俄英雄的性命 不过俄罗斯有另一套解读 俄罗斯国音电视台 释出的画面可见 所有离开亚素钢铁厂的乌兵 都被一个一个搜身 队伍内还有女兵身影 乌克兰所说的撤离 是让这些守军搭上俄军巴士 送往亲俄叛军占领的地区 等于这些死守钢铁厂的英雄 龙为俘虏 能否保命被打上 大问号 钢铁厂士兵的家属 只能继续煎熬等待 家属更呼吁土耳其或大陆介入调解 确保钢厂士兵获释 因为本来乌俄传出 谈好释放钢铁厂战俘协议 现在俄罗斯却疑似 单方面反悔 还有议员建议 立法禁止交换纳粹罪犯 更扬言处决 这些乌铁厂士兵的前途外部 Its images had become iconic Its fighters symbols of Ukrainian resistance 虽然乌克兰没有战斗到 剩下一兵一组 但这些钢厂士兵大大 托慢二军攻士 也让乌军有时间备战 马里乌-Borl 被视为亚数海之言 俄罗斯八年前就想吞下 当地友 М14高速公路 穿过还有铁路设施 除了能建立连接克里米亚 到乌东顿巴斯的陆路走廊 最远更跨境至俄罗斯的 顿河罗斯托夫 还有奥德萨 马里乌-Borl 早晚南逃失守命运 但八十二天寡不敌众 对抗俄军的英勇精神 会继续留在乌克兰人心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旷日费时的俄乌战争 是不是让俄罗斯的军心 再度动摇了 俄罗斯的前空防司令表示 全世界都反对俄乌战争 也反对俄罗斯 并且说这场战争恐怕 对他们自己的情绪会越来越糟 更多的分析再交给向路 俄罗斯一名知名的评论家 他罕见在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上面 公开的喊话 他说乌克兰可能会动员 百万的武装人员 毕竟乌克兰的后面 其实是以美国为首的 大规模动员行动 再来第二点的话 他还提出了 现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受到了国际的孤立 因此他呼吁电视街前的民众 不要再吞下了资讯震禁忌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不要再相信 俄罗斯必赢的假象 除此之外 之前的时候普京他就说 如果芬兰跟瑞典加入了北约 那么他们会部署核武 这一名知名的评论家 他就在电视上面大声呼吁 拜托不要朝芬兰挥舞火箭 因为这样子看起来很可笑 再来看一下这一位 他是前俄罗斯的空防司令 他也说了 其实现在的国际情况 对于俄罗斯来讲 越来越糟糕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战略 似乎有所转变 把重心都放在乌克兰 东部还有南部区域 并且试图从损失 惨重的状况当中恢复 重整战线 现在俄军还是用火炮 来攻击乌军的阵地 甚至在乌克兰的北部地区 也出现了部分的滋扰 但现在同时有消息传出 英国日前军援的硫磺飞弹 已经投入了俄乌战争的战场 而他摧毁俄军战争的首支影片 也在推特上流传 救难员将受伤的九岁男童 抬上担架 一旁五层楼公寓名 扎爱则因为俄军攻击 炸出一个大洞 利点就在乌东盾内刺客的 关键城市巴赫木特 俄罗斯近期锁定校园猛攻 尽管俄军失口否认 但校方指正利利 俄罗斯之所以不留情狂轰 是因为先前他们两次走 福桥杜河都被乌军逮阵着 毁掉将近80辆战车 和1000名士兵 这条道路因此又成了 俄军的坦克坟场 相比俄军鲁莽行动 乌克兰在情报上明显取得上风 不过俄军远不放弃进攻 南部港口陈奥德萨 还炸毁当地一处饭店和民宅 其实开战前 奥德萨经常有俄国人观光 当地讲俄语的人 实际上也比较多 包含市长都用俄语说法 奥德萨到处充满俄罗斯历史渊源 街头除了有俄罗斯诗人 普希金的雕像 也有城市创立者 俄罗斯女皇凯撒林大地像 只是雕像要不要拆 还争论不修 在战争期间 一直是俄罗斯头号暗杀对象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睽違将近三个月 首度和老婆合体 共同出席第一任总统 克拉夫丘克的丧礼 同天他还以视讯献身 看成云闪 受到全场又六三名 泽伦斯基在演说中 强调电影的力量 他以二战时期 着别林讽刺希特勒为例 呼吁电影人不能沉默 面对欧美坚定力 乌克兰 俄罗斯很不是滋味 外长拉夫罗夫反酸 乌克兰不过是消耗品 俄罗斯总统普钦 甚至认为欧洲根本 没办法轻易放弃 俄国石油 但普钦万万没料到 入侵乌克兰会加速 芬兰和瑞典看清现实 两国周三以火速送件 申请加入北约 老师说话不算话的俄罗斯 被看破手脚 泽伦斯基顾问证实 由于俄罗斯人怀抱 刻板印象思维 乌克兰决定暂停谈判 俄罗斯也休想逼乌克兰 割让半寸领土 D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